最新评选出炉 排名第一的是意大利菜 原料简单新鲜 中国菜紧追在后 包括小笼包和北京烤鸭都被点名 自然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旅游频道 发布了2023年 世界美食排行榜 引发全球网友关注 其中以丰富多样著称的中国菜排行第二 温中提到中国菜系众多 不同地区的美食各具特色 很难相信他们属于同一个国家 我特别点名了标志性美食 包括了糖醋里基 点心 烤乳猪 小笼包和北京烤鸭 我们用的是都是早目 都是60年以上的早目 果香味比较浓 烤出来的皮的话会特别特别脆 很香 烤出来的皮香脆多汁 师傅将鸭肉片下 用饼皮包裹着大葱和酱料一口咬下 美味的滋味让人云指回味 过去CN也曾评选出 全球最美味的50道料理 北京烤鸭位居第五 一直拥有很高的评价 这次排名第三的国家料理是法国菜 对法国人来说 午休两个小时 来享用三道餐点是必须的 尤其马卡龙和法国面包 格外出色 至于高居榜首的是意大利菜 食物原料简单新鲜 往往面条 加上橄榄油大蒜 放入番茄和培根 就是人间美味 也容易烹饪和食用 其中意大利面 披萨 意大利腊肠都很好吃 当然还有香气四溢的 意式咖啡都让人流连忘返 谢谢